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陈宜君 带您关心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又有挺台的新言论 在14日举行的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上面 安倍是透过视讯发言力挺台湾加入WHO 更高喊鼓励台湾崛起 而透过这场论坛 除了安倍针对台湾议题以及自由民主来发表看法 总统蔡英文也发表了演说 谈到台湾如何面对区域的威胁与挑战 那么透过这次的台美日三方对话 小英跟安倍同台发声 是不是有机会促成台日在区域上的更多合作 甚至是从整个印太地区的合作上面来着手 真正透过美日台三个民主国家 为区域带来实质的影响呢 带您继续深入解读 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 今天登场由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以及美国前驻日大使海格提也是坐上宾 预录影片发表致辞 近年来中国在台海南海以及东北亚地区 军事滋扰动作频频 蔡英文总统下重话表示 没有任何外部压力可以影响台湾对民主以及人权的承诺 将持续与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 致力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和平自由和开放 过去以来台湾所谓的国家利益 通常指的是经济发展 领土的保护 那可是呢 小英总统上来之后呢 一直深化民主这一块 所以他这一次其实传递的选举非常明确 就是民主跟人权是台湾的国家利益 而且是不可退让的国家利益 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就是 现在是在一个全球民主深化的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下面 那台湾的这样的国家利益 其实也是美日两国 或者是印太区域成员国的共同利益 过去以来台湾跟日本的合作呢 一直限于是台面下的经济合作 今天的这一场的论坛里面 我们大概也发现 台湾跟日本找到的至少两个重要的领域 一个就是科技 一个就是民主 这两个都是有助于去促进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关键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再度发表挺台宣言 强调台湾必须崛起 外界解读这是日本对台政策 从战略模糊逐渐转向积极战略模糊的迹象 台湾不管是在民主价值 还是高科技产业的影响力越大 印太地区同盟国家对中国压力的牵制力也就越强 还有建立一个台湾是整个印太地区 跟日本一样的一个命运共同体 针对中国不管在武力扩散 或是在东海的骚扰或是南海的作为 或是在网络科技跟全球供应链方面 台湾的价值相当高 所以从这条件来看的话 安倍在影响当中 彭底都会开始谈起民主 事实上这就是强调 那么台湾跟中国最大差异就在民主 那这民主也是我们台日美 那么三国共享的一个价值 所以在这种的话比下 当然台湾的安全 就是日本的安全 那么日本的安全就等于 每个共同要在捍卫地区安全的一个主要变数 要打击中国掠夺是经济举动 美国前驻日大使海格提 在预录影片中强调 强化美日台之间的经济合作 就是与中国竞争的重要面向之一 这与蔡英文以及安倍晋三再三强调 美日台必须在数位经济 5G网络建制等高科技产业 互为供应链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政府的力量 去形作一个科技对话的平台 让互相有需要的台日的厂商 能够在政府的支持之下 去发展有助于两边国家竞争力的产业 预计会在第三季 能够算是连结今年的台美的科技对话 针对重要的科技领域 进行政策上面的沟通跟合作 而不是特定技术 海格提也强调 中国的野心不仅是取得印太地区的主导权 更是要从根本改写区域秩序 要以中国为中心 因此保卫台湾与日本 是抵制中国野心的关键 学者强调在战略布局上 除了延续安倍晋三说的 台湾有事就是美日有事之外 更要延伸到台湾有事 就是印太地区有事 主要是因为目前美国在建构 四方安全计划 美日印澳加上美国的成立 美国澳洲跟英国的AQUS 三边战略同盟 如果我们美国跟日本跟台湾 能够形成一个不仅是实质的 也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同盟关系 就更能够在印太战略底下 建构一个多边合作的战略 来因应未来的挑战 这种同盟关系必须要实时化 制度化 经常化 不能停留在一轨半阶段 必须要走向一轨 未来是否能够应对中国的批端和挑战 我觉得就是美日台 安全对话未来发展 这个主要考量 学者也提醒 除了运用多边关系 对中进行牵制 台湾自身的保卫能力 也要持续优化 才能内外同步 发挥陈述效果 以上是记得杨洋如采访报导 其实除了在军事跟区域安全议题 上面的合作 台日间在经济 以及产业供应链上面的合作 也是后续相当值得关注的一环 可以看到在今年中 其实就传出台积电 已经瞧瞧到日本设立研发中心 而且日本政府是直接补贴超过一半的费用 并且找来20多家日本企业 共同与台积电合作研发半导体的技术 而这样的企业合作 又跟这次的美日台三方合作 有什么关系呢 学者就分析 其实台积电的布局 一直以来都是比较被动的 而美国在经济安全的考量下 也鼓励台积电可以到其他地方设厂 而且后续台日双方 如果能够建立政府层级的供应链合作关系 影响的自然不止经济安全的层面 更可以扩及到其他的领域 最后回到这次的美日台三方对话 尤其是日本在岸田新政上台之后 台日间要如何针对不同的领域 来强化伙伴关系 与美日民主联盟一同面对中国的强势竞争 也成为后续观察的重要面向 如果您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来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新闻议题